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坏消息 鲁透社小反其的频道没了 每年拜年计前后的时间 鲁透社在油管上的频道一定会遭到来自中共的版权炮攻击 今年虽然拜年计取消了 但是鲁透社还是受到了攻击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问油管工作人员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种一而再 再而三的攻击请问都没有人阻止吗 平时乱黄标创作者都算了 但是封频道这种事情竟然可以也这么随便 这两个频道已经不止一次遭到无视合理使用原则的版权炮攻击 但是油管竟然不但不阻止第三次 反而还帮助中共扬眉吐气 实在令人十分气愤 中共之所以害怕乳制品正是因为乳制品把他们的权威形象瓦解了 而乳包这种东西正是对中共维稳机器杀伤力巨大但是成本相对低的反抗 鲁透社正是乳包界的佼佼者 晋风化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全部出自于他们手中 因此他们受到的打压一直以来也是非常多 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他们 他们是一群勇敢的人 请不要让他们的努力百废